感谢观看 因为直播曾经让简历哲差点贺运 几天前简历哲开新门口蝶粉 是不是好久没看到我的主播了 最近我在狂销机架中 其实我一个月不上班都超超有言 简历哲透露很多网友资讯 说好久没看到他 超想念他 你们真贴心 改天来直播好了 因他整整八个多月没直播了 简历哲至今还保留那份余摸 漫游为简讯 已是景气红色圈处 简历哲提供 虽然嚷嚷想重启直播 简历哲却又心想 自从被漫游直播费又喝到后 我对直播很恐惧 他告诉自由娱乐丁道 去年六月他把西班牙直播电影授音红毯 短短直播十一分钟 漫游费尽于一末元 我收到漫游费用余末的简讯 整个人当场贺运 他记得当时电信 业者回复欧洲没有漫游吃到饱 简讯通知的无上限 是指费用 不是漫游 从那次居墨漫游费用 简历哲再也不敢直播 小小心灵异之商到最近 好不容易在蝶粉声声呼喊下 简历哲才又鼓起勇气 为了支持我的蝶粉 硬猪头皮 你要重启直播 简历哲笑说 简历哲笑说